都说女人可以为了美丽奋斗终身,但在减肥意图上,却少有人能不被挫折打倒,经历几次失败,很多人就听之认之,接受现实了,可是总有人选择百折不挠。 默默就是这样,多次减肥失败,却依旧不放弃每一次尝试的机会,终于再为自己领回美丽,不回健康。 默默,本系主人公,身体日渐变差,为了健康减肥是在必行,上学时,默默胃肠一直不太好,连带着食料也比较有限,但胃口小也使她身材得以保持苗条。 工作以后,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,自从工作后,默默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,三餐的饭量越来越大,此外还会吃很多零食。 新疆各式小吃美食众多,默默还常常和同事,朋友们一起外出聚餐,周末闲暇暇时也不忘烹调,一些四方菜靠捞自己。 默默做三与伙伴们,鸡土成山,鸡水为海,默默的体重就在这一顿顿的聚餐和靠牢中慢慢增加。 不过五、六年,体重变长了四十斤,从110斤到了150斤,人本纤细的腰只和胸长的双腿也日渐粗壮了起来,变得绑大腰圆,瓜子脸也变成了圆脸。 胖了以后,默默最烦恼的就是换季的时候,每到那时,她就会发现往年的衣裳又穿不上了。 这般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面前,默默总要为自己疯涨的体重担忧上一段时间,但是更让她担忧的是自己的身体。 自从体重上了140斤,默默就总觉得身体变得沉重。 不仅如此,她的唇色时不时就会显得发紫,只要多行几步或者多爬几阶楼梯,就会心慌头胀。 又一年体检,查出来血脂和血压都高于正常水平。 大夫跟我说,我现在这么年轻,总不能下半辈子都只讲压药吧? 如果不是大夫这么说,我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健康,已经到了这么糟糕的地步。 再不减肥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,历经重重磨难,体重却毫无起色,女人为了身材和美貌,把减肥实实挂在心头,口上的不知白急。 而半途而非的也并不少见,但是默默减肥,外貌只是次要的原因。 她的健康状况决定了她没有了任何退路,只能勇往直前。 在母亲的多方打听下,默默了解到有一种埋线减肥的疗法。 咫传颇有效果,需要每个月受一次针灸,还需要为此改变饮食。 每日只吃鸡蛋和牛肉,默默都要压热耐了。 然而几个月下来,体重下降却并不明显,而且只要饮食稍作恢复便迅速反弹。 默默只能失望的终止了这种减肥方法。 有段时间确实心里想着要不我就做一辈子胖子。 一辈子是要吧,但有一次我自己逛街,走在路上头晕。 但是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,我要是这么晕倒了,路人可能都抬不动我,减肥的心又坚定了起来。 其实默默心中更明白,虽然减肥失败令人丧气,但是肥胖问题却是他无法逃避的。 这个问题不解决,余生都要活在他的阴影下,再苦再难,这道关斗肥闯不可。 随后两年,默默又先后尝试了燃脂肛,结石,正夺燃燃脂操等等。 要么没有效果,要么损伤身体,要么有了点作用却又迅速反弹。 脊筋折磨,但默默始终不愿放弃减肥,只要一听说有效果的减肥方法,都愿意尽力尝试。 后来,在朋友的推荐下,默默结石了一名营养老师。 没想到,这次减肥症就成了默默最后一次减肥。 减肥决心百折不挠,四个月减重三十四斤。 在营养老师的指导下,默默首先开始戒掉从前来者不具的饮食习惯。 出路每日翻餐,其他时候馋了就只吃些水果。 除此之外,他还开始早晚选择营养大餐,午饭也不再随意兑付,而是提前一晚自己做好了打包带到公司。 这一份简直午餐,默默也搭配得十分讲究。 肉类基本以及凶肉为主,有时也会选择牛肉,搭配清炒的食书,荤素搭配,低强又营养。 再由朋友默默聚餐,他也都尽量推剧。 实在拒绝不了也并不和大家一起吃喝,而是陪着说说话,聊聊天,一点也不动筷子。 大家都惊讶,这还是从前那个小美食家嘛,严格控制热量加上充分补充营养。 两年多来,默默的体重第一次出现了明显下降,第一个月便瘦了不止十斤,第二个月减重速度略缓,但两个月累积下来也轻了二十斤。 然而从第三个月开始,默默发现无论自己怎么严格控制饮食,保证睡眠和足量饮水,体重却再也不动了。 但是一百三十斤,离他的目标体重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。 焦虑之中,营养老师告诉他,此时他已经到了减脊平台期,在体内脂肪迅速减少的情况下,身体为了保护自己,就会抵抗这种变化, 让简直变得更难,想要突破平台期,必须配合运动才行。 从前默默身体笨重,移动就忍不住气转,发力,头晕缺氧,随着体重下降,再次开始运动身体也适应了不少,时常运动也不觉得辛苦了。 决定增加运动量之后,默默首先改变的是自己的出行方式。 从前他外出都是乘车,现在他单白外出,宁愿提前出门,也坚持不行或是骑车,每日不输排行,总在朋友中位列前茅。 除此之外,每天晚上默默都会做会儿拉伸运动再入睡,等到身体略有疲乏感之后,不仅入睡更患,睡眠质量也更高。 闲暇在家时,默默就会抽出瑜伽垫进行运动,或者对着视频练习有氧健身操,增加热量消耗,加快减制速度,或者通过平板支撑,深蹲,卷腹等自重训练增强筋肉力量。 提高身体代谢,渐渐的,运动成了默默的一项兴趣爱好,身体也越渐轻盈,有了活力。 他还常常带着朋友们一起运动,和朋友聚会的场所从餐馆,烧烤店变成了体育馆,游泳馆,健身房。 每次和朋友们一起运动完,朋友们都觉得身体疲乏,第二天肌肉酸胀,但是习惯了运动的默默却觉得格外轻松。 说着都是他们平时运动太少的缘故,更应该加强锻炼。 借助运动,默默轻轻松松便突破了平台期,四个月减重下降34斤,体重恢复到了118斤左右,人也变得年轻了不少,脱胎换骨,而荔枝年仍然明艳如少女,发胖的时候不知不觉,瘦的过程却艰苦万分。 经历种种,默默才发现,原来健康的身体是这么难的,自己从前竟然毫不爱心。 除了饮食不加以控制,做性也并不十分规律。 这次重新恢复健康和身材,默默再也不想让自己重入肥胖的泥潭了。 瘦下来之后,再也没有了往年换季,直穿不上旧衣服的尴尬。 除了身材,皮肤也变得更加光滑细腻,蓝如少女一般。 由于经常保持运动,默默的体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,她也有了更多的精力享受生活。 假期无事,变到全国各地旅游采风,整个人的气质都焕然一新。 生活状态更是翻天覆地。 谈到坚持减肥的绝效,默默说其实就是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并且始终如一的去执行。 既然选择了健康,那么那些不健康的食物就只能放弃。 选择能通过运动配合减肥,即使再苦也不能半途而对。 这就是她减肥成功的秘质所在。 对于默默,不放弃是她制受的最强武器。 多年减肥时,无数次失败的潮湿,都没有熄灭她对减肥的希望。 或许只有像默默一样心怀希望,才能找到生活的新面目。 成全自己的秋变之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